如果大家上個星期有看到我們節目的說話 就請了師傅去到我們的同事Eric間屋去看究竟什麼事情發生 一來看風水 二來他家裏有靈異事件 懷疑發生 其實Witches也真的有 所以師傅教了他 接下來這個星期要做什麼 要做幾天 沒錯 一會兒Eric拍了一段影片 就告訴我們做了之後的情況是怎樣 還有一個很有趣 因為我們也看了風水 那天星期二還是星期三前 六星期三就跑馬 Eric爸爸會跑馬 買馬仔 然後Eric說 嘩 師傅很厲害啊 我爸爸買了十幾年馬沒中過 這個也是很厲害的 買了十幾年馬沒中過 都很發達的 都買來做什麼 我想問 買了十幾年馬沒中過 十幾年馬沒中嗎 但是不知道那天聽到你講 這個你叫財位 坐在那裡 他還有一千多元 這樣啊 那晚 所以 不知道是這麼巧 風水是否真的可以很快 如果他這麼巧那段時間 他又有財運 坐在那個地方又是財位 吹到他有一點財 是呀 那就少少開心一下 十幾年沒有中過 還有千多元 天大數字 我真的佩服阿世伯 十幾年不中了可以繼續堅持 那可能是當作玩 當作興趣 有些人就是個世藝 可能是退休 那也是 十幾年投資我去 是啊 厲害 希望慢慢拿回 我們會看看他的屋子發生什麼事 因為這部分 上次是收費時段才播出 今次就會輯錄一些 當日師傅去了這間屋子 看了什麼 而我們今晚都會討論這些話題 譬如這間屋子 放了很多公仔 方向哪裏 原來這間屋子 對著門鈕 是什麼位置 是計算的 是 沒錯 全部有數計算的 是 那這套基本上就是 是榴槤飛星還是什麼 怎樣說呢 其實一般我跟客人說 都是說回圓空飛星那些 但我自己不是用圓空飛星 我另外還有一套 這些是深藏不露 哈哈 這套就可以計算了 可以計算了很多 你見我那天說 哪年哪月弄傷了手 弄傷了腳 那你的屋子發生過什麼事 那套可以計算出來 是有的 對到的 OK 那不如我們聽回師傅 當然有幾段關於他在屋子 我們先拿出來聊聊 好嗎 好 好來看看 你講我發生什麼事 這房間 話說呢 我這一陣子 整理好之後 晚上的時候 對於有時候 就可以在這裡 在這個位置 中樓位置 或者吊軌的位置 有些怪聲 有些怪聲 就像人家炒東西 那樣 對 對 然後你一起來 看看哪裏 有什麼事 還是我媽媽在炒東西 我不知道 一起來就沒有聲 總之我一起來就沒有聲 哪個位置 這些位置 這個位置 辣辣聲 我原來炒東西 那冷縮熱象 真的不知道 那坐了多久呢 這些聲音 這些聲音 可能 幾分鐘 我聽一下幾分鐘 會令到你睡不到覺 但是最有趣 幾分鐘 是連續幾分鐘 連續幾分鐘 但是你看 很棒 一起來就沒事 你要交代清楚 如果連續幾分鐘 沒有可能 就沒有什麼可能 對 如果連續幾分鐘 有機會 可能有部分 一些所謂靈界仙界的事情 在這裏 他可能是 想通知你一些事情 某些事情 他應該進來玩巴士 我覺得 都未必 或者是 那些靈界的朋友 很可能 例如 你祖先 或者是 以前的英靈 類似那類 以前的英靈 沒有 那很可能 可能 通知你某些訊息 想你找師傅 去了解 就知道 他是發生什麼事 所以 就會發出一些聲音 幾分鐘 真的沒有可能 那你講解一下 發生什麼事 和狗有關係 因為 我和這隻狗 有時都會過來過夜 是 話說 有時都會讓牠在這裏睡 在這裏睡 睡覺 這樣說 但是 凌晨2、3點 牠就會悶悶 就會向著門口 就是這個門口 廢 通常 平時的入口怎麼會廢 就是有人在門口 或者我們回來的時候 就會廢 是 2、3點 就會廢 有兩次試過 那牠是害怕那些廢 還是怎樣 分不了 都是那些廢 廢了多久 廢到我們出來為止 牠看 我們知道 那牠就提問 其實這樣的 Eric E的房子 真的不錯 不過 在格局設計上 就有一點點瑕疵 什麼瑕疵呢 Eric E的門 這個單位的門 原來開在鬼門方 哦 什麼意思 在近宮那邊 開鬼門方 開鬼門 開鬼門 就進去那個 那個 寬方 寬方 這個房 或者這個房 應該擺設了一些 超過三年以上的 一些雜物 就是那樣的容易招陰 那這裡是不是有些東西 真的會擺三年以上的 應該是 這些嗎 這樣看 看不到什麼 因為很可能 他走了 或者他喜歡衣服在這裡 晚上回來 可能他和Eric 都是一樣 喜歡蒙面超人 都不出氣 哦 那這樣東西 可能真的要 這些要找高靈人士 高靈人士 檢查一下 好了 那我們七六翻 這間屋 發生什麼事 其實最重要的一間屋 能否引到鬼 是一個大門 是不是師傅 這個是很主要 其中一個因素 是的 那現在我們 可不可以自己 拿個羅庚 或者手機 羅庚出來 看一看家裡 是不是這個方位 現在可不可以這樣做到 簡單 簡單是可以的 但是細節上 我們還有一些事情要看的 這個一定要 在這方面 有專業知識的師傅才行 如果簡單 我可不可以現在請師傅 在哪個方位 看一看 看一看 如果你到門 真是東北方的 西南方的 這些位置就要小心 是不是永遠的 是 不是說每年的榴槤飛行 不是的 這個是緊局 緊局 如果你的大門開是東 東北 西北 西北 東北 東北 西南 西北 西北 東北 西南 東北 西南 我們是更工和坤工 東北西南 這些情況 鬼神容易出入入入入 如果你的房子 如果在某年的年月日時 或者你的格局出了問題 或者你的房子有很多 一些 剛才類似這麼多的公仔 對 眼耳口鼻那些 或者一些招音的東西 是容易受到的 那你又見到他 很喜歡的 男生有很多這些 模式的東西 他也是不例外 是 那你見到一個三年 是要計算回來 還是即時 這個不是 這個是風水計算方法 都計算到的 都計算到的 哦 即是那個東西 進來多久 原來就是靈體擺了 這個 我不是問祖師 這個是計算出來的 OK 例如我所說的 你弄傷手腳 那些 怎樣弄傷腰肚腩 你的房子是甚麼屋 我都可以計算出來 是 OK 公仔的東西 大家知道 要小心 盡量不要放太多 是的 這個是其中一樣東西 你說 女朋友的狗 有時候就向外面 在那裡吠 是否因為門口位 也是否會計算回來 那倒不一定 因為有了 因為狗的靈敏度 那家人的耳朵 比我們人多倍 我告訴你 那天我解釋過 有可能 真的 聽到那些 有些路過 別錯過 隔隔頭出來 看看 另外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 保安 晚上巡樓 走過門口 很可能是社保 甚至甚麼 那樣 本來他們應該會是兩個小時 應該是巡一次的 通常晚上那些就巡一次 全部保簽 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牠的狗每晚就叫一次 因為牠的狗不是經常在這間屋住的 牠不會習慣晚上突然有聲音 牠剛剛那晚在 所以牠會有這種反應也不奇怪 未必一定是跟靈界有關 未必一定 不過不會殺這個可能 但你就算了一條數 就是說牠的房間後面的房間 即是擺公仔的房間 是陰的 直接有一條數就是這樣顯現出來 沒錯 沒錯 結果我們就說 牠的櫃上面經常說 可能就是反映牠後面有聲音 靈界可以動的 那兩間房本身都是互通的 牠可以在這間房在那間房 不奇怪 因為牠不是睡在擺公仔的房間 牠在另外牠自己睡在那間房 牠不是過來騷擾牠 牠說 玩一下你吧 這麼過癮 嗯 所以稍後時間 我們會看牠做了一些儀式 做了一些什麼的情況之下 讓師傅看 對不對 做這些 我們也談過這個話題 師傅有沒有其他個案 就是看風水 而本來沒有告訴你 有鬼出現的 例如常常師傅你看一下風水 接著就衍生出 又有英靈 原來牠又惹了回來 其實這些是很多的 不過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我們去之前 通常是方便的 你先畫一幅圖給我 我先和你看一看一條數 然後再看看那條數是否正確 所以說要看一看鑾頭 你氣就有了 看一看鑾頭 看看能夠證實得到 然後我就逐樣說了 例如說這間房子會發生什麼事 哪一年 哪一年裡面 這幾年 逐年跟牠說你發生過什麼事 扭傷手扭傷腳 會不會有人有病 是什麼病 還有就是所謂的 我突然想起 我有一位客人在澳洲 澳洲 他不是跟什麼鬼鬼有關的 他是 他的房子 他就說他的房子的門牌是25 是的 記得不記得嗎 當地有一些學風水的人 他不是師傅 就跟他說不太好 就慫慫他去買吧 不要要 他就問我 我說沒有理由你單憑25兩字 就買了這間房子 是蝕水的 就是不用這麼害怕的 不用一見就驗 我說這樣 我說過不來 你又說怎樣 你說你去那裡整個房子的圖給我 我跟牠檢查 結果檢查了家裡幾年 真的檢查得到 因為牠那幾年 牠住了約往三四年左右 這三四年發生什麼事 牠沒有跟我說 牠的老公也不知道 在財務上 牠跟銀行借錢 差一點點 牠的老公也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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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差一點出了交通意外 差一點就這樣 類似這些東西 其實在風水上 其實是有數可以計算出來的 這樣說的方位 有人說 如果東北位不是大門 而是窗位 會不會也有事呢 因為 一般來說大門比較厲害 大門比較厲害 是 OK 窗位沒有法子避 四方八門 但是我們說大門比較厲害 但不一定會發生這種情況 都要看回你那間房子 我經常說的底部 你那間房子的底部好不好 講不講得到Eric 那裏 小小小 小小小 就像Eric那間房子一樣 我跟他講了 你們看到的就是一層 我背後跟他講的 就是他那間房子 有一個很致命傷的 就是說 那間房子是癌症屋 唉唷 牠已經知道了 牠已經知道了 如果你長住下去 你隨時會中招 尤其是胸部以下 這間房子 癌症一定會在這裏出現 是 那會認哪個房子 你就要看哪個房子 我看他的房子 認熟龍的人 今晚很不幸運呢 Eric就是熟龍 Eric和阿世伯都是熟龍 我就是叫他小心點 是 還有來年新丑年 病也會關起他媽媽的事 所以我叫他一家大四 要小心點 是 好了 幸好有師傅 給了一些提示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好 我盡我的能力 好了 我先聽一下電話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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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分享 我呢 很奇怪 我爸爸呢 上年 去年 入宿洋語園 主持也很好的 嗯 但不知為什麼 嗯 剛剛過去那星期呢 他呢 不停地每天呢 就說 我 因為現在疫情關係 我又去不了探他 他又出不來 那他呢 他呢 就突然間 有一晚 就開始 就跟院社員工說 嗯 還有呢 我媽媽在一起去 他跟媽媽說 他說 喂 我們的女兒呀 就說我 我捉她 他說 我的女兒呀 在下面 暈倒了 在下大雨 快點下去 快點下去救她 叫爸爸媽媽 這樣 嗯 爸爸呢 和媽媽呢 媽媽很害怕 啊 就叫員工 讓她放棄下去 他就 嘿 你們 你的女兒在家裡 為什麼在樓下 沒有的 沒有的 好了 第一晚 當她做夢 是 到第二晚 她仍然說 不行了 不行老婆 我們這個女兒 在下面 我們已經在樓下 暈倒了 不斷叫我們下去 嗯 他說爸爸媽媽 你下來 好了 我就 以為我爸爸 掛自己的女兒 心血 我跟他視像了 因為現在沒有疫情 即是有疫情的關係 他只可以視像 是 那我就展示了給我 兒子 我沒事啊 你不要想多了 這樣 嗯 但是呢 那晚開始呢 就 影像她的影像 好像變了 她就告訴我媽媽 喂 她拍我媽媽的夜晚 嗯 下面呢 有個女兒 挺小的 挺小的 在石的旁邊 是這樣叫我們 他說 爸爸媽媽 下來啊 下來啊 不斷叫她 那我媽媽說 你不要再靠一會兒了 嗯 搞住那些 就是運軟的 那些員工 這樣 沒有的 那晚呢 死了 我媽媽是不下 還有呢 那個女兒說 爸爸媽媽 我好冷啊 看那些衣服 沒有了 嗯 那我 爸爸真的自己 拿了很多東村的衣服 那一大袋 就是我媽 還有我搞了一些職員 就是放她下去 因為下面那個門 是玻璃門來的 雖然是鎖住 嗯 但可以看到外面的嘛 那些員工想著 整天晚上都是這樣吵 不行的 那我就帶她下去看 嗯 咦 哪有事呢 沒有事 就回上去吧 嗯 結果她自己回上去 但是我爸爸 咦 沒有的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是啊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來的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呢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呢 就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好了 至於說我不想參與月費 想給Cons看哪集 就買哪集 都是可以的 就下載我們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 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會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